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东西好看 什么东西 我这个从上周到今天 我这几天日日夜夜在看着一个文本 能让你日日夜夜 这个文本呢 与刚刚下台的生活作风问题的中央编译局的局长 易俊卿有关系 你看他早年写这个东欧马克思主义的那些是吧 这是好同志 我也是 我也是看这个文本 我才知道他早年写过这些文 但是这个文本据说12万字的 就说据说呀 跟这个易俊卿的生活作风问题有直接关系 写的人你都听说了吧 对我听说这事 这几天我相信大家都没看别的东西 是吗 我真的没有看他整整的那12万字的 你没看 我不应该叫小说吧 就是他的那个 自白 对自白书 但是我知道大概的梗概 作为女人你真是应该看 为什么呢 我跟你说 作为男人更加应该看 我觉得我看这个 就是说常女士吧 常艳女士 她一放到网上之后啊 又马上说说我是抑郁症啊 我写的是小说式的长文 所以姑且就是就是叫小说啊 我看了两遍 你也太狠了 我还是没再看下去 是文笔和好呢 还是什么呢 我觉得墨严先生都应该看一看 就是不是把它翻译成瑞典 我说不定能拿奖 墨严的小说 我最多看一遍 你不能让我看两遍 但是为什么这个我能看两遍 我就觉得他写的这个 这个常女士写的这个东西吧 常女士是什么人咱们知道吧 是这个博士后 女博士 女博士后 就被中央编译局招进去 招进去 女博士后 那么他一看呢 搞了一辈 我首先我看了这个 一讯清我才知道 原来专门有个部门呢 原来有这么多人在搞马克思主义 这我还行 我说编译局 你不算编译局是干这个的 而且他好像还是个有点学术性 学术机构 是的 还是教授带学生啊 什么女学生啊 什么的 这种 你看这个常女士啊 要不说水平高吗 他这个博士后 你看他参与好多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马克思主义 专门研究恩格斯的 可是我够胆跟他说 这个文本啊 是他这辈子最有价值的创作 超过他写的其他所有一切 马列主义的论著 很有可能 文道你也听说 义俊清不是你老师吗 不是我老师 但刚才还说 我也很但愿他是我老师 教我几手 不是因为我们 八零年代 大概我没记住八零年代的时候 义俊清先生的 那时候就已经出过一些书 因为我没记错的话 他最早是研究东欧马克思主义 特别熟悉的是南斯拉夫的实践派 贝尔格莱德大学 对没错 因为呢 南斯拉夫实践派的那套马克思主义 在整个马克思主义阵营里面是很独特的一支 跟整个苏联的那种官方的完全不同 所以当年呢 在八零年代的时候 其实是带有种解放风潮的 我们要先了解这种状况 就是说 他这个马克思主义 你不要以为是那种教条式的 而是一种比较开放的 比较更加理论色彩中 民间色彩中的一种东西 那么当时 比如说我们这两岸三地 包括台湾朋友都很惊讶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过去的伊俊卿的印象 就是停留在那 然后我们当年读他写的东西 都觉得是华人世界很含有 有人研究这个 而且做得不错 而且也有很多内行人啊 就圈里 他们这圈里的人我也认识 都说其实伊俊卿是个很 很努力 很认真在读书 还在很认真做学问的一个人 对 反正我看见这个消息的时候 微博上有一票吧 应该说 还算是有点学识的 就我自己还比较的 就是崇拜的一些 一些微博上的这些大V们 给予伊俊卿的这个评价 还相当高 而且说是都带着可惜两个字 一般来说像这种落马的官员 我们都觉得腐败啊 赶紧查后面的事啊 一面倒都是骂的 他这个事情出来 我也觉得很可惜 是真的吗 我真的是觉得很可惜 尤其是我看到后来啊 你知道就是他都让我产生了代入感 因为他这个女的呀 开始把自己也当成 常女士 回到房间 怎么有个女的躺在床上 我跟你说文道 还真的 过去中国写的演绎小说 这个女人写的小说 好像也起了个演绎小说的名字 对 过去中国的演绎小说啊 都在说 他有个说和作用叫劝诚 劝诚 就是中国古代说书的 比如金平梅 是吧 给你讲的是因缘果报 万恶银为首啊 包括肉朴团 最后你肯定是这个精进人亡 对吧 告诉你啊 这个银档的最后的结果 对 就因缘果报 我认为看这个东西啊 对每一个党的干部 包括我还不是 党还不要我的人 我都觉得作为一个男人 看了之后啊 触然心惊 甚至你知道吗 看到最后 我对这个伊老师啊 就这个女人嘴里的 这个伊老师啊 真的产生了深深的同情 啊 你不是同情 常女士 你是同情伊老师 这个里边 完全不是这回事 就因为一般这种概念 我们总以为是 这个伊老师主动要潜规则 这个女学生 怎么搞他 然后逼他 怎么样 不是 这整件事 你看得出来 其实是这个 常女士是处在一个 相当主动的一个位置 你知道吗 李爱 就是说你不是那样的女性 对吧 女性里边也是种种的人 这个要是招上了一个某种女性 我的天 为什么我说深深的同情 咱这个立场很不好摆 我跟你说 我的心理感受 我一看 你说一个男人 最后能够给逼到这么一个程度 这女的到最后 就是动不动一发短信 王八蛋 我滚 然后把那邮箱密码给我 从你的邮箱里 查 查出你跟你任何一个女学生 有什么邮箱 然后甚至能要求你把这个女学生给我退了 不等一下 你们这说完以后感觉好像是常女士逼迫 这个义俊卿这个发生不正当关系似的 但是我看那个故事的梗概 人家有12次开房的记录和什么乱七八糟的 那不应该是强迫的吧 17次吧 是 17次 好吧 反正十几次 17次 既然有十几次的话 那不应该是一个强迫的状态啊 对 这个事啊 翻回头来说 我所以我就说啊 你这个立场 你可以同情任何一个人 这是好的文学作品的标志啊 你可以 好吧 不是 你站在你站在这个小说当中啊 一老师的这个角度讲 哎 你这个女的 不是我招你的 你是拿着钱 你是 就是说 这个衣服是你自己脱的 自己 他是那种到了酒店房 然后在自己在想 这回我该主动上床 把衣服脱了 藏在背 因为之前几次 他们去开房呢 其实什么事都没干 就在房里聊天 然后后来呢 这个常女士觉得这样子不行 她得干上 那怎么得干上呢 就是主动脱了衣服 躲在被窝里头 对 他这个 这个这个女人呢 我觉得感情非常丰富 联想也非常丰富 就是 你怎么说呢 这种 我就说见过头怀送抱的 就是完了 两个人睡完觉啊 还给塞钱 当然这个时候 一老师你就贪这个小便宜 就有点没劲了 这一万块钱 你也拿 你都睡了人家了 你还拿钱 但这个 但不说这个 我就说知道 男人一定是自作自受 这个不用说了 咎由自取 但是到最后啊 你知道我就是 我产生同情 我觉得一个人可以 焦灼到什么程度 这个女的写好了 这个长文呢 就说 再给你半个小时时间 我把它放到网上去 然后呢 你要跟我 这个简直是一指气使 这男的还得就假装 这个不用说假装了 我最后觉得 这个一老师啊 要照我这男人的心理啊 我觉得掐死 这女人的心都有 你知道吗 就是 这不就烦死吗 我认为里边苦胆破了 就是 太一度的口血 就是高血压啊 就是犯心脏病啊 就得应付这个女的 还得说我爱你 得稳住她呀 我爱你 我最重视你 我什么什么 那就这样 而且 到了最后 还是公开了 而且我觉得有意思的 为什么我说 这个里边很人性啊 我给你举个例子 礼爱 咱们说爱情 往往就说很纯洁 可是实际上呢 爱情是复杂的 有些人说 爱情和金钱不能兼容的 但是呢 有的时候也是可以换算的 当很无奈的时候 比方说啊 我给你看一个这个东西 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的 一个爱情和现实和利益之间的换算 这个长女士发给这个易老师 21点52分 你想全都留着呢 给你三个选择 这仨选择之间 你看啊 很有意思 一 每月见我一次 再无其他要求 这是什么 其实他是爱上这个男的了 但是呢 如果这个爱的定义是占有的话 是吗 他那么每月见我一次 什么要求都没有 二呢 如果不能这样呢 给我60万 从此形同末路 咱俩 我也不招你 谁都不认识谁 三呢 给我30万 五年内把我调到北京 到时候细数奉还 不回答也可以 等我把它写清楚 招告世人的时候 就是离开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选择题是不是很有意思 我换你 我想问一下 换你 如果你是一的话 你选哪个 我告诉你 我不用说如果 假如就是一的话 一最后是怎么样 给了他一百万 然后呢 每个月都要见他 然后呢 天天都得应付他 说我爱你 我爱你 我最重视的就是你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结果还是难逃大难 也就是说 这个短信里的所有东西 最后都实现了 都必须做到了 而且是超恶实现 超恶实现 你知道吗 这就是我对女性的一个了解 但是咱这说起来 有点男尊女卫 没有这个 我是觉得男人也有这样的 就有些时候 女人情绪型的女性 你觉不觉得 她没有什么要求 我甚至最后觉得就是 她也不是要钱 她也不是要情 她就是要你心疼 她就是要你 她要用你的这个心疼的反应 来证明 她对你的重要性 你看女的太了解 其实就是这样 很多时候女孩子 在吵架的时候 她会喊说 跟你分手 什么的 通常都是好 很少说男女吵架 是男的 负气性的说分手 一般都是女孩子 否则这个前提非常重要 是负气性 她不是真的要分手 她就是说出来 看看你什么反应 你难不难受 你心不心疼 你会不会哭 你会掉眼泪 你会不会追我 说的太好了 如果你会追我 你会哭 你会掉眼泪 证明你心疼我 她要用你的痛苦 来证明 你对我的爱有多少 你多可怕 所以怪不得我们男人 经常就说 我甚至暴露了自己 女人到底要什么 从来男人搞不清这个问题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一千个外国人眼中 有一千个中国 打开美扇 了解中国的门 对话各路 中国通 茅台葡萄酒 世界看中国 星期一次五 凤凰卫视中安台 地球上 有难以抵达的四大基地 还有每个星 都在追寻的 地步集 欢乐集 北北二十路 关门湖海口 国际度假区 世界的欢乐集 你说依俊卿这事 我真的觉得他很可惜 因为他风品不错 就从学术账来讲的话 是很认真严谨的一个人 这你看 这没办法 很奇怪 我们三个人 两个男士在那里 很可惜 很可怕 为什么我就有一种 幸灾乐福 就是很高兴的感觉 你看这女人太 我的天了 我觉得男人以后 都是应该先找吹气公仔 就算了 不是 你知道为什么 我刚才也在想 为什么我有一种 很高兴的感觉 我就想 都是你们男人 你们男人不花心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结果 如果你们从一而终 对不对 你们就家里守着自己的太太 然后又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对不对 没错 然后 怎么会有这种问题呢 所以我就 完全同意 完全同意 这个东西 就是从生物的角度 它是个生物 生物规律 每回讲到 它生物的规律 就正如说 有一件事 你看人家有人 有个网友 还评论 义俊卿 就是说 我 这笔记都做得好详细 我没见过你读书 读得这么认真的 这是我近几年来 读得最认真的一个读本 你知道吗 超过任何马列的著作 你知道吗 我这就说 一个网友评论 说我欣慰的是 我们的部级干部 他是副部吧 应该是编译 中文人员编译局 我们的部级干部 实际上还是比较连接的 定的是经济型酒店 吃的是面包盒饭 喝的是廉价的清酒 找的是免费的女博士 过着清贫寒酸的生活 怀着远大的政治抱负 空有满腹经伦 最后还愚人不输遭讹诺诈 不过他呢 我看这里头 这个文本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什么 就是你看到了 这是个样本 就第一 就像你刚才讲的 就是我们的官员 遇到女人的时候是怎么办 你记不记得前阵子 不是还有个官员 就昨天才宣布下马了吗 正是三东那个 就被人曝光 说被情妇逼着他 签一个离婚保证 对对对 善征德 哎呀你好熟啊 还有另一名官员做公证 对对对 做庞证 你想想看 这个就有点类似这个感觉 就像被逼到什么地步 就是官员贪花心 爱搞女人搞个小三 搞的时候搞到一个程度 是被小三逼你 写一个离婚保证书 你想想看多可怕 其实像这种离婚保证书 我觉得可能不仅仅是官员 可能会碰到 就很多所谓有头有脸的男人 如果他在外面有小三 或者问小三要上位 要成正史的话 搞不好都会碰上这种 这种事 很有可能 只是官员会被 所以我说 这就像是中国这个 明清之际写的那种 因缘果报的小说 其实我们看了这个 我认为啊 嘲笑任何一个人呢 你都是那个不靠谱的 为什么 就是看着别人的时候 你应该想到你自己 就说这不光是贪官的问题 我认为他的这个意义 世间的男女关系 你知道有的时候 你招着一个人 女人也有招着一个男人 你知道吗 到最后有一种性格 我记得文道跟我说过一次 说有个法国的一个作家 写过一个话 一句名言 很经典 就是他跟他的女朋友 也是折腾了一辈子 最后就说什么呢 我们两个互相 就是对方的刀和伤口 你就是碰见了冤家 那就是你一生的冤孽 我估计很多人平生 都碰到过这样一个人 一个异性 这两人这辈子搞的呀 哎呦 太难受了 不过我觉得这个文本 还有一个角度 我去看他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就是当初 我很早就读到这个东西 是一个我们一些的 就认识的一些 学术界的一些朋友的圈子 然后这个东西传出来呢 我们很多人说 哎呀 这种东西有什么好看 就后来每个人看 都说好看 都得好好认真看 我也认真看一下 12万字 现在写的东西是 你觉得他有点琐碎 而且你看他的文笔 你看出情绪不是太稳定 对 这位长女士 但是我样 我觉得他能够做一个样本 那个样本是什么意思呢 就你能在里头看出 今天中国很多领域 尤其是学术领域 里面种种的潜规则 种种的东西 规矩是怎么运作 比如说他要去进一个研究所 要像比如说进编译局 他盘算是什么 他考虑的问题是什么 他怎么样猜测 人家怎么样让他进 人家会不让他进 这完全就是今天中国 很多这个学术界里面 尤其年轻学者那门心思 都在这里都看得到 而且这里面还有一点什么 就我觉得平常我们讲贪官 骂都是骂义俊青 像他这样的部门主管或什么 但我们很少注意到 就是那个去贿赂人的人 就算是性贿赂也好 那个人又是什么角色呢 其实那种人的角色也很重要 因为你看了太多次是这个常女士 她是主动进攻型的 她主动去邀约 然后她信里面盘算 我给她这个 会不会嫌少呢 我这么这么样子 她会不会愿意跟我上呢 她很多这种盘算 所以我觉得这也很有意思 因为我们过去很少看见这种 就是从一个主动行贿的人 因为这个案子 我觉得她是个行贿者 对不对 但我们以前很少骂行贿者 但是她从一个行贿者的角度 写出了行贿者的盘算 跟心理挣扎 过去一直以为这个潜规则 都是李爱他们这个圈里才有的事 都是李爱才搞的事 你把话说完整 演艺圈 这是学术圈 你知道 其实我刚出来工作的时候 就刚大学毕业的时候 又前了 没没 还想听我说完 那会儿其实父母更希望我找一份 就是比较稳定的工作 家里人希望我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所有稳定的工作可能大多都逃离不了 什么公务员 或者是这个国家机构里头的这种工作 他们认为非常的稳定 那我也非常理解他们 因为他们是这么过来的 那他们的这个价值观是这样的 但是我那会儿不愿意去 最重要的是因为我看着我的长辈们 他们在比如说放假的时候 他们聊天都会说 如果有比如说有 这个那一年过得比较好 或者有这个升迁啊 或者什么的话 他都会提到说领导比较看重自己 就是你会有一种很强烈的氛围 就是说如果进了那样子的 所谓稳定的部门的话 你领导不看重自己 就算你再有才华 你是不得出头之日的 就不知道为什么会给我这样子的感觉 虽然我没有进到 我没有进到那样子的这个部门里头 领导就有这个魅力 因为我还要请教你一个问题 李爱就是比如说按照我的眼光 大多数的领导 我不会对他们产生这个性的兴趣 爱情 当然我是男的了 就是说 就是说我就假设我是女的 我觉得领导一般长得也不好看 对吗 肚子又大 肚子又大 脑满肠肥 或者年龄也大 就是但是我想问的 就是在一个女下属眼里 是不是这个权力就是春药 就是说一个掌管一方的这么一个老大 是会让女人很容易 这个问题你可以想一想 咱们去广告之后你回答 腔腔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接着起吹毛求疵 受得了反复检验 还得具备压倒性口碑 符合以上三大要素 才能在这个时段再次亮相 凤凰精选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味精用了一百年了 现在我们有了健康味精 太太乐书之仙 以新鲜蔬菜提取 和味精用法一样 味道更鲜美了 健康味精就是太太乐书之仙 好 李爱请回答 其实这个问题 问我略有点不对 是因为我是视觉系的 我喜欢帅哥 首先得看的过去的 那种样子的男人 当然我也觉得 就是说一个男人 如果他所谓那个权力 他不是说真的说 他有做多大官 而是他在工作时候的那种魅力 就倒不是说 一定说是一个大领导 他也许可能只是一个 只是一个工作组的组长 但是他有那种一切尽在掌握 什么事情没事 或者是比如说 我作为一个女下属 我想象我是一个女下属的话 我遇到困难 我问我的组长说 组长这事我没办法了 没事放心我在 就这一句话 你就会觉得这男人 他有没有 很靠得住 靠谱 我觉得我能依赖他 我能依靠他 所以女孩子会对这样子的男性 就是产生一种好感 所以我就知道 这是肯定会的 我就知道为什么 我不找女孩子喜欢了 你不靠谱 不是 如果有女孩子来求救于你说 哥哥我这事你看我该怎么办 你就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当时从来没什么办法 没有权利 我就真觉得就是说吧 这个咱们很少这辈子能碰见女的主动投怀送抱 一般都是看见一个好看的 自己辛辛苦苦就追 你知道吗 还不大部分时候追不着 我就觉得这个领导 还真 就是说这女的揣摩着 其实你就很羡慕她的事 不是羡慕 我现在一点 我同情 我同情 因为我知道了这个后果 这个报应 就是 但是我是觉得 在这个女人眼里 这个伊老师还恰恰是一表人才 形象也挺帅 而且年富力强 而且身居高位 谦谦君子 儒雅 对吧 等等 那么你说能到 就是说这女的在揣摩 我是不是上次没脱衣服 钻被窝 她走了 是不是这她就不好 好第二次 大家都在房间的时候 趁她去洗手间 等她去洗手间一出来 这女的已经脱好了 放在被窝里 说这样她才能够跟我好 然后完了之后 又塞一万块钱在包里 拿走 她这个心思就已经 她已经是一种交换的 就是她去有求 那当然是交换 她是一种 她是一种拜菩萨的感觉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对 她这种脸拜菩萨的感觉 你想看今天的这种 就是所谓的要贿赂 这个